你好 我是陈先生 又到了我们公益视频的时间 陈先生这个公益视频的频道呢 主要给大家公益性的解释英国的欢欢面面 就是看最近伙伴们 咨询最多问的最多的问题 陈先生呢 就做一个视频 统一的解释给大家听 这样子 每一个人都得到他的回复了 也就不愿一个接一个的来问我们 就大家统一都得到了答案了 这样子 OK 今天给大家讲解的也是相当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特别重要的 最近问了特别多的人 所以陈先生又做了这一期公益的视频 解释给大家 就是最近呢 有很多伙伴们咨询 就是啊 就税务局来查税 当然也有店已经被突击检查了 当然陈先生的时间是很有限的 公益视频今天就比较短暂 先给大家简单解释一点 那后面还会陆续的做后面一期一期的视频 给大家解释细节啊 陈先生给你解释的就必 呃 必是重要点 大家一定要啊 仔细的仔细的听啊 非常重要 首先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英国有这个外卖店 他外卖店如果做了just eat就是那个碗单 他就是等于一个定时炸弹 外卖店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他随时会爆炸 爆炸的 呃 就是查税啊 查税 just eat的店马上就爆炸 因为他做了碗单 然后店就爆炸了 然后既然爆炸了这么严重就让事情更严重一点 ok今天给大家讲解是非常严重的 just eat的店爆炸了被查税的 加上汇款买黄 一个事情如果严重了坏了就不能更坏了 今天就让他坏到彻底的坏了 ok 刚好呢 这just eat的店又爆炸被查税 刚好你又掉钱过来买黄啊 该怎么办 你又掉了 比如说300千英镑过来要买黄纸 黄纸还没有买好 店就爆炸了 外卖店爆炸了 啊爆炸了 那该怎么办啊 今天给大家讲解的都是非常重要的点啊 希望大家好好做好笔记哈 全部的视频都是公益性的解释给大家听哈 首先你是不是感觉这个上篇对你很不公平啊 just eat的店刚刚有点奇色赚了点钱啊 要掉钱过来买黄掉了300千 黄纸又没买呀 店却爆炸了啊 然后真是欲哭无泪 你肯定说怎么办怎么办该怎么办 ok 陈先生给你一个建议 你一定要咨询 你咨询你得到了一个正确的建议 咨询咨询咨询 那到底该咨询谁呢 咨询的东西地方是很多 就像战国时期打仗你可以咨询诸格亮也可以咨询周瑜 周瑜会教你一个方法 诸格亮也教你一个方法到底谁的方法更有缘就看 最后了是吧 好那一般人先咨询会计师 会计师当然他英国的会计师是要来干嘛 他是要来作战的 他肯定叫你说啊 你马上作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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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全部的账目都做好 对你真的要作战好 然后你肯定问会计师你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把钱给转移了 会计师马上会警告你转移钱是犯法 当你被查税的时候 你如果藏利资金听非常清楚 你把钱藏起来或者把钱恶意的转走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然后会计师会建议你乖乖的交账 乖乖的交钱 乖乖的罚款 乖乖的卖了还值 来护你的敌你的债 这些都OK吗 不OK OK 今天时间有限 陈先生呢 就讲第一点吧 OK吧 今天就讲第一点 把陈先生出品必是精品 你好好听啊 转移钱 真的换华吗 转移钱不换华 今天直接教你什么叫换华什么叫不换华 你听非常清楚今天陈先生就是要叫你把钱给转移了 就是不换华 谁说转移钱换华 谁说转移钱就会换华了 就受到法律制裁 今天就是要转移钱给你看陈先生这个是完全公益性的是根据经验和建议陈先生绝对不建议任何人做违法换却的事情也不鼓励但是陈先生告诉你的绝对是正确的绝对是不换华的事情哈不鼓励好你今天得到的顾问完全是公益性的陈先生教你是因为陈先生觉得有一些人他太可怜了确实需要帮助 啊然后他又得不到好的帮助吗今天就免费公益的给你一个啊免费的顾问啊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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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得到顾问为什么呢你看英国首相他是高高在上的人都要都需要顾问他都有私人顾问各种顾问军事顾问还有财政顾问还有经济上的顾问还有呃英国的卫生健康他都需要各种的顾问 何况我们平民百姓我们只是平常人更需要的是顾问对不对避免犯错做错事情陈先生教你的肯定是合情合理而且要合华的合情合理合华的啊就是怎么做某事哈 合情合理合乎合情合理合华 合情合理合华 合情合理 合华 就算这个在爆炸的情况下 我们也能把爆炸的情况降到最低 是吧 所以你咨询咨询咨询得到的都是有益的东西 有益对你来讲是相当有帮助的 今天就公益性的 如果有听到这里的伙伴 现在开始给你讲中心点 重点 首先你只要问自己三个问题 听非常清楚 如果你要转移这笔钱 你一定要问这三个问题 你先问你自己钱是怎么来的 比如说这三百千要买还的钱 它是怎么来的 OK 你自己心里面回答 我不说出来 钱现在在哪里 你再问第二个问题 你然后再问第三个问题 钱到底是谁的 然后我看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然后我就给你回答吧 钱是怎么来的 钱肯定是你父母的一生的积蓄 对不对 他们要 钱现在是在你英国的账户里 对不对 好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钱是谁的 钱不是你父母的吗 所以钱 他不是你的 对不对 你三百千 你三百千 调过来买还 是你父母一生的积蓄 他们是要借给你 买还 甚至这个还子 都不知道你父母 是不是应该是你父母的资产 而不是你的资产 你现在听懂了没有 你不是调钱过来吗 调的钱是你的吗 都不是你的 是不是 既然钱不是你的 虽然在你户头里 但是是别人占借给你的 是吧 换在你户头里也不是你的 所以钱是谁的 他是不是要 是你父母的 亲戚的 朋友的 借给你 买还了 这个钱是要还的 那你如果中途花 中途你决定不买还了 你钱是不是要还给他们 是不是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吧 钱是谁的 就要还给谁 OK 你现在还钱是正常的 合情合理的吧 你要还钱给中国的户头 听非常清楚 既然你要还钱 那就要说清楚一点 清楚明白 你还钱是不是 就得钱怎么来的 就要把钱怎么回去 而且你还的 要还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要解释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钱是从中国户头过来的 OK吗 是不是 是不是 然后你要文婚不动的 给我汇回中国去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不要汇到别的户头 而且钱的数额 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怎么来的 他怎么回去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怎么运到英国来 你要给我怎么运回去 听懂的伙伴们都听懂了 听不懂了 或者你多听几遍 你也懂了 如果钱对你来讲 对你父母来讲 真的很重要 或者 你真的要考虑一下 我说的话是不是对的 然后再说一下 比如说英镑会来英国 我是说汇款 汇款到英国 汇款是不是 到英国 是50千零五百 我是说 这个汇的前额 你汇款回中国 汇款回中国 要原婚不动 你听得懂原婚不动的意思 也必须是50千零五百 你给他汇回去 然后名称必须是一样的 听非常清楚 名称必须是原来的名称 账户必须是原来的账户 数额 我是说这个钱额 钱的额度 钱额必须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 不然 你等一下 钱额汇的不对 那你就没听清楚视频了 对不对 你等一下就真的出错了 钱额必须对 因为你怎么来的钱 怎么回去 你就就要把钱还给他们 避免你户了这么多的债务 你等一下是不是你就还不起 你不但害了你自己 你还把中国的父母给害了 不是吗 父母给你到处借钱 借了这么多钱过来 或者把一生积蓄给你 那你来买还 那现在 你如果不买还呢 你是不是要把钱给汇回去 还给他们 对不对 钱额也必须是对的 必须分毫不差 给他汇回去 因为你是欠债还钱 这是天经地义 这是合情合理 而且是合法的 你不管解释给谁听 解释就算解释给法官听 法官也能接受你的做法 而且这不用缠着掖着 你可以官民正大的做这个事 因为他真的是合情合理 而且又合法 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钱汇过来的 你现在如果父母要向你讨钱 你是必须还给他们 因为他们是你的债权能 你变成欠债了 你欠债 你就要还钱 你父母就是你的债权能 而你是欠债的人 你要把钱给还回去 明白吗 没有隐藏资金 也没有残利资金 或者挪运你的资金 或者把你资金给藏起来 是没有的 因为你的钱本来就不属于你的 你怎么把不属于你的钱藏起来呢 那个钱是属于你父母的 你现在还子不买 你要还给他们 对不对 你看这个是不是合情和理合法的 所以陈先生今天已经给你解释的相当清楚了 你的咨询是有价值的 你没有隐瞒 没有欺骗 你是光明正大的做这件事情的 所以今天陈先生给你解释的 非常清楚 就是你外卖店 Just Eat突然爆炸要查税 突然间你的店被抓了 然后你刚好就是汇款要买房 刚好汇了300千过来 该怎么办 陈先生由于发现伙伴们太可怜了 你真的要得到正确的 有这种有质量的高质量的咨询 我希望今天的咨询 你得到高质量的咨询了 是吧 你应该明白我说的意思 虽然房子没有买 虽然但是你把钱还给父母了 不然父母要是失去了这笔钱 我相信全天下最可怜的人不是你 将是你父母了 对不对 所以咨询咨询咨询很重要 那由于时间的因素 那今天就给你先解释到这里了 下一期呢 先给你做个预告 如果黄子已经买了 该怎么办 下期给你预告一下 黄子就是这么多钱 已经拿去把黄子给买了 该怎么办 还有就是下一期会讲解到 收到钓鱼信该怎么办 最近很多伙伴收到了钓鱼信 怎么样鉴别一封信是不是钓鱼信 鉴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这封信跟别人有没有长得一模一样 如果长得一模一样 这就是税务局的钓鱼信 因为你的信不可能跟别人的信 一字不差的长得一模一样 这就像是广告信 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张广告信 就是像广告一样 内容都一模一样 只是你的名字跟别人的名字不一样 这肯定是广告信 是钓鱼信 你自己拿着你的信 跟别人的信对一下 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 它只是一个钓鱼信 那什么是调查信 调查信 就是你的信跟别人的信不一样 这个肯定是调查信 调查信是这样的 比如说上面有写 我需要某一年 某一个年混 到某一个年混 或者某一个银行账户 银行账户 和某一个银行的账户的那个 银行月结单 或者他要点点点的东西 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叫做调查信 说明你已经被调查了 这已经是肯定了 调查信跟钓鱼信是不一样的 下一期会给大家具体的讲解 那有的店是直接遭遇突击检查 三个人 税务局的人 税务局的人 直接冲进你的店里面 这个也下期讲解 该怎么处理 如果三个税务局的人 突然间冲进你的店 该怎么办 这个都留给下一期讲解 今天时间有限 陈先生这个公益的视频呢 主要给大家讲解 和解释因果的欢欢面面 如果你觉得有愿 你就关注点赞订阅 如果能帮助到大家 陈先生也觉得很开心 如果你有任何不明白的 可以添加陈先生的微信号 QRUK 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 添加微信在上面询问 那陈先生也会比较忙 只要一有空呢 我马上给你一个回复的哈 谢谢你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你解释到这里了 今天的视频 希望能帮助到啊 最近就是咨询最多的伙伴们 都是相关的同样的问题 希望能够同意的给大家回复哈 谢谢你了 今天就给大家解释到这里了哈 ok的哈 拜拜了哈